8月13日消息,昨晚的尤文图斯家族赛事斯伊罗的首秀,而在比赛开始之前,尤文俱乐部主席安德烈阿聂利和尤文母公司FCA老板约翰·埃尔卡接见群队,阿聂利逊话表示,希望先赛季球队都包括欧冠在内的全部冠军。 尤文老板训话佩罗萨是阿聂利家族的老家,每年在这里举办家族赛,是让新队员了解俱乐部传统和文化,与球迷建立更强的纽带,尤文完里程每年也会前来观看比赛,并与全队见面,阿聂利再次欢迎些人C罗的到来,尤文图斯木公司FCA的大老板约翰·埃尔卡也来了,随后两位老板站在著名的空门前给全队训话。 安德利·阿聂利说,首先我们要将上升献给我们的世界杯冠军马图伊迪,还记得4月时,我希望有人能将世界杯带回队里。 现在布莱斯做到了,恭喜他。 全队鼓掌后他接着说,经过一段时光后,我非常高兴地宣布,基耶利你成为尤文图斯队长,所以今天轮到他来烤肉。 随后,基耶利你走上前来,将一件C罗的球衣交给约翰·埃尔卡,埃尼利开玩笑,不,队长不是罗那耳朵,这是不可能的,你们知道为什么吗? 因为队长都是我们买不上架的,基耶利你和队员们大笑起来。 此前的几任队长,布凤,皮耶罗,孔蒂,贝拉拉,不是直接在游文退役,就是踢到不能踩踢了踩走。 阿联利慷慨激扬地说,对,于球队的新成员要知道,贝拉布罗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殊的,你们穿过的那道拱门,从约翰·查尔斯,到西沃里,再到普拉蒂尼,齐达内,阿乔,德尔皮耶罗,他们都曾从这里走过,过去五十年里,所有的游文人,都来过这座花园,然后前往那座简陋,普通的球场。 请记住,这是游文的根,年复一年,我们在这诞生,重返赛场,主席给球队下达命令,今年是困难的一年,将是我们向目标迈进的一年,今年我们必须要夺得欧冠,一甲,一大预备冠军。 今年,我们必须真正告诉自己要去赢的一切,为达成这一目标,阿乔格里,教练组和所有工作人员,他们清晰的了解要如何去做。 我们日复一日的侵犯工作,到赛季结束时共同货的胜利果实,我强调一遍,今年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,也将充满激情。 对于新赛季,我满怀憧憬,祝大家好运,全对位老板鼓掌,相比阿聂尔利说的更具体,约翰·艾尔卡讲话,更像是一个家族的家长,欢迎大家,我和安德烈很高兴你们来到我们的家里。 每年一度的Villipolis家族赛队游文,球迷,我们自己,都是一个重要时刻,它是我们新赛季开始前的一次欢乐庆典,家族赛非常特别,很多球迷为游文而来,它会带给你身处大家庭的感觉,和大家分享这份热情,请队员可以看看Villipolis来到我们家里,了解游文一些特别的地方。 今天,大家尽情释放兴奋之情,用心去感受游文独一无爱的快乐,老板发话了,阿莱格里也不敢在意,他表示,要像黄迈一样争取欧冠五年四冠,在C罗,埃姆雷詹,伯鲁奇以及斯皮亚作拉,这样的球员到来之后,我们比几年前更有雄心壮志,对欧冠冠军的渴望也更强了。 C罗最重要的是带来了富有国际水平的经验,并且给球队年轻球员提供了一个更高水准的榜样,看看一位五次获得金球奖,的球员到底有多努力,黄马赛季五年内四度捧起欧冠冠军奖杯,他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,达到了这一成就。 我们也必须如此,爱念力和爱来隔离。